就在近日,广州恒大俱乐部召开了种超下半赛季动员大会。 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和主帅卡纳罗以及球员和工作人员一同出席了本次重大会议。 在会上,恒大发布了新的俱乐部管理条例,重在加强球队作风建设和提高球员积极态度,力争中超八连冠。 老板许家印在会议上特别强调了一点,那就是严肃纪律作风,在有效管理下,从言之对,如果面对对手挑衅行为,绝不能鲁莽反击。 还同时对广州恒大赢的中超第八冠非常有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大会中,基本上都是恒大下半赛季最强阵容球员,除了新元塔利斯卡外,还有刚刚回归的昔日大将保利尼奥。 在会议之前,徐老板就和球员一一没手致意,当其中走到回归的大将保利尼奥身边后,徐老板和保利尼奥同时主动伸手相握。 这又让我们看到了熟悉的画面,早在一年前的赛季动员大会出,徐老板就召开过类似的会议鼓励球员。 对于此次会议,在传达广州恒大俱乐部新的管理条例,从言之对,提升实力的外,我们还发现一个细节,那就是保利尼奥的会议所做位置。 此次会议,它被安排在了徐老板左边最靠前的位置,甚至力压众多本土顶级球员和其他外员。 在此次会议为止的讲究,或许保利尼奥并不清楚中国文化,但俨然保利尼奥成为了第一外员。 球队给予极高厚望的同时,也给予了极高的地位,保利尼奥无疑是恒大最成功的外员。